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我们这回重新来去 把那个删掉一下 Dogs这个东西 把它删掉 删掉以后我们重新来一下 WGate Gun & Mirror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个参数 什么呢 再加一个参数 叫杠杠convert links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里面那些相对链接给它改成绝对链接 改改成改一下链接 这样的话 它能以一个才能以一个网站的形式去运行的 是不是 同样的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什么 杠C参数 是吧 这样的话 它可以怎么样 断点续传 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执行一下 嗯 这个学校的网确实有点骂 一会一会我去找一下那个技术 把这个网网络给放开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命令给它保存下来啊 这个这个命令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命令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镜像下载啊 啊 下载整个网站并保存到本地 是吧 今天下载整个网站并保存到本地 我们先让他在这执行啊 他这个应该没多长时间 这个网站应该很小 他他一共应该就是可能百十来个网页吧 也就啊 应该是很快的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你可以在等待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输入一下这个命令 然后来看一下啊 哇 嗯 嗯 感谢观看 怎么样有没有开始下载 对这个wget如果大家有没有装的那个东西也可以装一下 他那个安装基本上跟那个前面一样啊 直接apt install这个wget就行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个实在是太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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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我们现在让他在这下载吧 估计他一时半会弄完 我们再去介绍另外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httpie 这个工具 httpie 这个工具 它也是python开发的 但是你也可以通过apt直接去装它 直接通过去装它 它的跟coil其实差不多 也是这种命令行的 然后http的这种命令 但是它用起来比coil要 要要好很多 如果这个我是mac 咱们有班友用mac的同学吗 mac的话 直接不如install就能装上 如果你们是那个 呃 这个 叫什么来着 我班头的话 那就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apt install 直接这样装也可以啊 也可以通过pv install啊 pv install也可以 或者用这个pv install 或者用这个pv install 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使用起来比这个 cual更方便一些 呃 基本上你只用它 而且它不输出的信息更好看一些 是吧 我们会看到这里边它的这个什么 色彩啊 或者什么什么 各种东西都好像更炫一些吧 是不是啊 年轻人肯定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是吧 我们可以试一下 sdt p-tp- Overall Colon 给 感觉比那个效果比我比刚才要好看一些 是吧 对吧 我换一种划的颜色吧 这个可能看的不太不太清楚 是吧 http-sttp-sttp-bin.org get 他的命令 实际用的时候 就是http 不是叫http ie 装的时候叫http ie 这样的话 他就把所有的信息 他把头信息和body信息一块给你打印出来了 cdl呢 他默认只打印什么 只打印这个body的信息 如果你想让他同时打印body和这个投信息怎么样 你可以加一个-v参数-v参数啊 这个也可以 他会他不管打印投信息 他把整个建立连接的整个过程 包括这个tcp连接啊 这块整个都给你打印出来啊 -v参数 刚才我们没写是吧 我可以一块把它写一下 -v 他跟那个-s是怎么样 相反吧 -s是啥都不要打 这个是什么呃 显示呃 连接过程中的所有信息 啊 这个是加一个-v就行了 这个如果你是在看那个跳转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管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请求一下-v这个网站是吧 http 两欧啊 他其中有一个叫redirect的那个接口功能 这个接口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访问后面指定一个参数 你是让他跳转几次 他就跳转几次 你三他就是连续给你跳转三个页面 我们来试一下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样 呃 一次 两次 cui 但call的什么 哎 他怎么只跳了一跳了这个 呃 只跳了一次啊 优秀的redirect automatically to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返回302是吧 啊 我知道 但是他这个cui 那么他只能他只能跟其中一次 他不他跟不了三次 优秀的redirectautomatically to target 的url redirect relective redirect 跳到这个页面 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先放请求的这个是吧 然后返回一个302302 然后又跳转到这个了 啊 他是这么跳的 好吧 那我们这个cui 看来还没有那么没有 没有那么的这个这个高级是吧 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http来试一下 http 是吧 哎 他跟那个也一样 跟那个cui 也一样啊 http这个命令啊 我们一般说用的 就是你可以在自己机上用 一般服务器上不会装这个东西的 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并且作为自己一个工具 习惯性的用的工具吧 去去用一下 我们这个不做这个硬性的要求啊 不要求大家必须掌握 你如果 你你如果能掌握更好 如果不能掌握的话 你就看自己个人习惯了 好吧 但是那个cui要和那个wget 我们是要求大家必须要必须要掌握的 好吧 http他这个命令啊 就是说你可以写的时候比较简单一下 比如你发起一个post的请求 你写个post的就行了 是吧 http-http-oig post 这样的话我们就发起了一个post的请求 是不是比那个cui要那种写法要简单很多啊 是吧 另外他那个什么语法高亮啊 另外还有很多很多特很多特技特效 是吧 我我我也没玩过啊 呃 用cui还是我还是用cui cui 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用cui要更好的 有的东西说你这个这个更高级啊 有的你要知道 有的服务器让他没装这个http 是吧 你比如说你到时候你工作了以后 是吧 公司的服务器出了点问题 你登陆上去以后 你想看一下什么东西 你如果不会用cui的话的话 你很你就很麻烦 一般一般因为cui 那个cui 他是默认装在服务器 lnews那个版本上的啊 这样的话你直接就说 因为你服务器啊 你不一定有那个装新软件的权限 知道吧 你说你装一个http 另外装一个随便往服务器上装东西 这个我们是 呃 一般是大计是吧 是我们成学员的大计吧 是不是 不就是说就是 你们这些人太乌了 为什么 我都没反应过来 你们都笑了就好了 好了好了 总之不要乱往公司的服务器上装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软件 是吧 呃一般 严格来说正规的公司 他那个服务器都是由运维来控制的 是他有root权限 你们只有普通用户的权限 如果你们要想什么装什么东西 应该 找运维有root权限的人去做 是吧 我们现在用惯了 都是干啥 都是直接什么速度一下 是吧 要么就是直接切换到root root下面去执行操作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啊 这个实质是不科学的啊 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呃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刚才那个地方有没有下载完成啊 好了 已经 已经下载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进到这个 进到这个docs里面去看一下 这个 他现在里面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index 有一个robots tst 是不是 还有个en目录 是不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en目录下面都有什么 是不是很多这个st 我们见 还包括这些gspngcss 是不是全下载下来了 对吧 也就是说他整个站 现在都已经被我们镜向过来了 直接镜向过来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打开他这个网站去 看一下了 但是现在打开以后我们发现怎么样 他还是 对吧 虽然有点慢 第一次啊 但是我们看到怎么样 现在跟刚才在哪呢 被我们关掉了啊 是不是一样了 一模一样吧 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想看这个东西的文档 我们就不用再去网站 甚至没有网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吧 是不是 我们点一下 随便点一下 是不是直接就能打开了 怎么还这么慢呢 我们可以用直接用我们啊 打开了 我们直接可以用我们那个python内建的那个web服务器 可以直接做一个这个我们自己做一个小小server吧 是不是 哎 用过吧 python-mhttp.server 是不是 我切换到python3下面啊 sauce一下 activitypy3 好 然后呢 我们干m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去访问那个127.0.0.0.8000多安口的话 怎么就会访问到我们这个网站吧 这怎么那么慢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打开这个以后打开这个端口 或者说我们直接把这个东西起起个别的名字 这样就可以怎么样 直接在这个我们本地浏览这个东西了吧 是不是 这个http.server就是我们那个 python内自带的一个模块 是吧 大家以前应该用过这个吧 呃 这个模块 这个主要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把你当前目录目录作为一个这个 呃 做一个web这个 web服务器 然后呢 想显示能直接显示出来 如果你这个像我们这个下面 为什么能直接显示出网页啊 因为我们有这个index.stml吧 是不是 他会自动找这下面index的这个 所有文件 是吧 呃 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有个这个robots.tsd 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爬虫协议所遵循的这个一个这个robots吧 是不是 robots.tsd 他这里面有几句话 表示你允许你爬哪些 不允许你爬这些 我们回头讲那个 爬虫的时候会介绍这个robots协议啊 现在先看一下就行了 而这样的话 我们就用那个wk的一个命令就把整个网站给他下载下来了 是吧 是不是很方便 好了 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工具啊 是吧 我们再一口气把这个所有工具今天上午头弄完了啊 这个另外一个工具叫什么postman大家有没有用过 啊都装好了是吧 啊那就不用不用我再去带大家装了太好了 呃之前啊你们之前写那个接口的时候写接孙接口的时候用过这个东西是吧 啊 这个东西的这个 使用也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你有时候模拟一些这个请求的时候 会很方便甚至他怎么样他能够帮你去生成一些这个 简单的代码你都自己不用去写了是吧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新建一个这个接口的话我我这个比如说我 http get 是吧在这里面然后写一个 http这个 啊并我存到这里边吧 嗯 啊 这是另外一个了是吧写到这里面http post 然后在这个地方写一个 转化成post的这个请求然后在这块我可以写一些参数是吧 啊 呃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发起一个请求然后很快他就会怎么样 返回这个网站的这个一个 响应回来 嗯 显示什么 显示什么 no such hpp hddb 并点挖机 post 你没写错呀 我们判断一下 我们判断一下访问一下这个页面啊 没问题啊 来我们排查一下这个1r哪个地方写错了没写错吧 黑的死黑的死我把这个删了啊对我把这个黑的死删了在这个里面我们写了很多这个这个东西是吧把这个黑的死全部删了 好了现在就没有了然后再塞了一下 啊这个时候好了吧 就这块的话他可以写写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包括甚至这个扣的他直接不能帮你生成我们点看这个右边右上角这个扣的吧 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python是吧选request版本还是说hpclin的版本呢都可以选这个是快速版本这样的话他直接帮我们把这个什么呀 直接把这个代码都给我们写好了吧 我们直接复制然后就可以去执行尤其是在你你写很多像这种头信息里面有很多呃自定义的东西啊什么的这个这个可以把 把它写到这里面去啊写到这里面还是比较方便的 啊既然大家都装好了我们就不给大家再继续说了啊 刚才那个htpi这个工具大家都装上了吧 呃这个工具的话大家可以自己课后去试一试啊就关于这个 他的他的跟那个cyl的一些区别 呃重点的话大家还是放在那个cyl和那个wk的尤其是cyl这块啊 其他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像那个抓包软件大家都装过吧 火狐 青花瓷是吧 啊青花瓷小就是challs是不是啊 challs 但那个challs大家都抓过是吧 嗯哎你们装那个东西干嘛呀装这个你们那我不会把这块用的到这个东西吗 这个突然体罪一嘴然后就给啊啊啊啊这个是吧这个也装了是吧好那那我省事了也不用那个什么 你们装的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什么版本的你们是 我知道是免费版的还是 破解版的是吧 我我这个也是我这个也是那个免费版的 好这个抓包工具大家都会用啊都会用了那我也也也也不用讲了 有时候就 这个抓包工具啊我们一般用其实用如果是做做这种外部爬虫的时候啊其实用那个chrome 他们那个呃这里面那个控制台工具更多一些他这个里面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当然你也可以在那个 这个青花瓷里面去装 去用 呃这个这个东西他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请求的时候他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个 有一条记录比如我现在请求一下这个网站是吧 嗯怎么没有啊 好现在已经现在已经开开了我们去访问一下比如说打开一下这个百度是吧 嗯 我看一下啊这个不是这个东西他应该是打开就直接就能用了不需要这个 不用啊以前我我记得直接就用了这个这个东西 刚才默认已经打开一个塞线现在又又新开了一个塞线但是实际上还是 他这边显示这个已经开始开始记录了 我看一下是不是因为刚才那个是http4 这下面显示已经开始了 是不是因为是那个https的我访问一个http的 哎 还是没有啊 我把这个关了啊 我重新看一下啊 小型啊 我重新看一下 我重新看一下这软件 可能是不是跟我系统有关系 我周末刚把系统给升级了 等一下对因为它是免费版的 每次都得等个几秒钟才可以 有没有注册码 这样不太好吧 这样 是不是 一般我们也用不到太多的东西是吧 我软件好像有问题现在 他现在没有使没有走我监听的流量 行我回头我再看一下吧 看看是怎么回事 你们那边一个Windows上应该是好使的是吧 这个东西他 他总的你来说他唯一需要配置的地方 就是SSL证书那块 就在proxy配置这块 proxy settings SSL proxy settings 在这块有证书设置 大家需要设置一下 在这块 然后大家需要选一个SSL证书 他那边有工具帮你去生成证书 不用自己去 不用自己去生成 生成证书 import sentence publish sentence 看一下 有一个工具 他可以帮你生成证书 如果是老版本的话 得自己生成 如果是新版本的话 直接去生成就行了 看一下 应该是在 在这块的时候 然后他会在你系统配置里面 去生成一个证书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直接去选就行了 去选证书就可以了 大家用用都请求过来抓到过SSL请求吗 有没有抓过SSL请求 没有是吧 你Windows版跟我好像还不太一样 不过他用法一样 都基本上差不多 另外Windows上还有一个更什么一点的工具 就叫什么 Feed了 就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也很强的 这个工具也很强 而且他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下载一个 因为他 但是他没有麦克版的 所以我这上面没装 你们可以装一个飞的了 这个软件也很强的 但是他的用的 使用起来的话 跟那个查尔斯是差不多的 这两个 这两个差不多啊 好了 那我们今天上午这个课 就先上到这 大家一会把 把那个 把那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